我們希望積極透過花火來推展我們的在地農特產品 那我們除了原果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不同的烹飪手法 把這個在地食材把它變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料理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規劃這樣子的一個在地食材特色料理的一個發表會 今天做的都是在地的食材料理 那我們應用它這個季節性的東西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手法出來 那我們這個料理除了我們當地比較農村鄉土的氣息之外 我們還有農入了一些外國的料理手法 那今天在呈現這邊除了它的美觀之外 我們還有它的養生價值 那像這道紅龍柏沙水姑娘 那我們料理的手法除了天然養生之外 我們是用了比較有一點點偏越南式的做法 因為它這個皮是我們用越南的分皮下去做 那在這個料理的過程中它沒有多大的困難 所以能說出結束後來是我們的財富 那是我們的財帽 但是我們可以好一點點吃